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BodyKey StarTalk 我是Perlin from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Patricia做我们的嘉宾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努力和一个我们的优秀的mentor 她背后的成功故事大家很想知道对不对 非常非常有趣 我刚才已经听了 所以事不宜迟让Patricia来分享她 怎么可能做得那么的好呢 在这个BodyKey 那么首先呢 我应该是属于 肠后肥胖症的人群 所以如果有妈妈生过孩子不能受的呢 就像我这样的例子 所以我记得当我生完孩子 差不多我儿子有两岁到三岁的时候呢 我还是非常的肥胖 我曾经问过我的妇产哥 为什么我儿子都出来了 把我的肚子还是那么大 我的体重还是这样子 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 更重要的是呢 我觉得对我的健康有一少许的影响 就是会觉得比较疲倦 然后没有那个精力去陪伴我儿子 那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当我知道了有这个BodyKey challenge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一些伙伴呢 就开始了就参加BodyKey 2.0 就是从那个时候呢 就到现在 所以在这几节下 有几个2.0 3.0 应该是留两次 四次了 是让我把我的体脂呢 我觉得最大的受益呢 不是我瘦多少公斤 最大的受益是 把我身体的体脂肪呢 减到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一个数字 即使现在我自己也是很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说起瘦身嘛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其实瘦身这个过程呢 这个就好像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 更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今天有了BodyKey这个配套呢 再加上我们有经过公司的专业的培训之下呢 我们拥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价值观 也非常非常正确的知识 去让自己健康的瘦下来 各位 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什么 瘦身要瘦的健康 而不是我们要瘦了有反弹的那些 当然外面我试过 曾经还没有参加BodyKey这个channel的时候 我试过非常多的方法 我也试过节食 我也试过 就是拼命拼命的 运动 就不晓得怎么样 取代那个蛋白粉 要怎么样用营养来配合 那么当我试过很多方法过后呢 其实是有点放弃 因为我本身是爱吃的人 所以我觉得孩子都生了 算了啦 老哥也没有叫我肥胖 身边朋友也没有人叫我肥胖 不过就是因为 非常感谢Ani公司 有了这个channel让我有一个责任 而且当我报名过后呢 我就在60天里面 就真的重新开始 就是可以说我的人生第二个阶段开始 就是一直这样子维持到现在 而且是做的是又开心 然后又健康 然后又年轻 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 其实刚才你就提到你的那个 怀孕肥胖症 可是你没有跟我们说 你从你的体重 从多重到现在是多重喔 如果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 我体重并不是减了很多 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到60多公斤 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55公斤开始减 最重要的是我讲的就是我的体脂肪减了几乎有 十七八千吧 应该有十多八千 我从第一次参加是三十七点三的体脂肪 到现在是二十二 比如说是二十一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关系嘛 对嘛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有年龄的 所以我们形成代谢也是比较慢 那么我体重几乎是减掉了有八公斤 OK 那么在这八公斤过程呢 当我减下来的时候 我不觉得我身体有任何的松弛 因为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 可能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参加瘦身也好 还是拼命地做运动 还是减食 他们的确是可以瘦下来的 各位 不过呢 你可以注意看他们的身体是非常的 可能有些很松弛 不过那个collagen 那个protein 不过那个结石 所以如果今天在我们瘦身这个过程里 你配10单的产品 OK 体力足够的优质蛋白的话呢 会让你瘦下来是反而呢 越来越年轻 而且你皮肤是越来越结实的 这个是我相信每个人在瘦身的生涯 都想追求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身材 我们而不是要瘦到很像很憔悴 我们瘦到下来看会更健康更精神 这是最重要的目的 Tatrician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说 在这个你的那个瘦身过程当中 有什么营养方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吗 OK 我本身是非常非常相信 有瘦来产品 不会 因为我觉得第一 你一定要非常相信产品 那么当你在服用的过程呢 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 你就不相信这一套产品的话 你去服用的过程呢 你也会很痛苦的 因为你带着怀疑嘛 对吗 所以我是从来地 我是从来没有怀疑Nitra来产品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当我在这个瘦身过程 最重要让我的最好的一个产品 配合我的呢 就是我们说呢 Protein 我们的Body Key 因为很多人早上 就是真的的确是 很多人都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不然就是去买一些新中米粉啊 买一些经济米粉啊 还是买一些面包 这个就代替一餐了对吗 那么最主要是当你在借取这个 经济米粉的过程 你摄取的呢 其实不是营养 你借取的是什么呢 Carbo 所以你无形中 就是无形中 每天一日这样的生活方式的话呢 你就 你的output呢 就是什么呢 少过你的input嘛 所以你每天一日这样吃的话呢 你的身体的脂肪就越来越多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 你一定要足够的蛋白质 OK 用我们的mild repressment 是一个又方便 又美味 又可口的一个营养早餐 这两个配合一起 还有很大力的推荐 就是我们的CoQ10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各位 我觉得CoQ10 Enzyme 还有我们的Green Trim 这两个呢 的确帮到我很多 也帮到我身边很多朋友 也是介绍 他们配合这两个产品 跟运动的时候呢 他们效果是非常好 而且他们那个Energy Level 是非常棒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呢 当你在减肥的过程 如果你摄取不够的营养 你整个人会很憔悴 还是做起东西都没有精神 所以你会放弃了这个路程嘛 所以当你足够营养的话呢 你在这个减肥过程 瘦身过程呢 你就会慢慢慢慢享受这个旅行的话呢 你就会爱上它各位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东西 可以让你喜欢做的运动 然后你会慢慢被人爱上它 你就可以做长久了 刚才我就听到说 你就说早餐很重要嘛 你就每天都是吃我们的营养早餐 像我也听说你是一个很耗动的人 经常去做运动 像你做运动的当然 你有没有说有什么营养 其实我们必须要营养 就是吃的呢 一定一定 各位 我是一个真的是过冻儿 我很多的运动的那些朋友 都每次看到我讲我是过冻儿 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我的Energy运用不完 因为我去运动的确是 我觉得当我要选择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是全力以赴的去 这样就不会浪费我的时间 对不对 那么呢在运动之前呢 我就会在 40分钟之前 我就会喝我们的 SSV protein 跟我们的all plant protein 那么我就会配合我们的 Greentream Coclo health Q10 B C Calcine magnesium OK 还有更重要更重要是什么呢 Double X 各位 因为我觉得这些是可以让我 当我在运动那个过程呢 不会浪费我那个时间这样去做 它可以运动我全力的能量 让我在这两个小时跳的时候 是全力以赴的去付出 还有更重要就是我们的SSV 各位 SSV呢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 就是当有一次我记得 可能我就没有吃过的午餐 还是太早吃了 所以我就突然间跳跳跳一半 我就非常突然间肚子饿 那么我也不晓得 这个是不是它的帮助 OK 我就先去我的local 我先去 因为我每次有带 蛋白跟我们的SSV protein 所以我就马上去local 就充了一个我们的蛋白 我只是喝一下子 一分钟我看不到 我就走回我的studio 我就突然觉得 哎 比较好一点 那么我再去配合一罐SSV protein 我就快点喝完进去过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的那个 经历回来 那么我可以想说 从那个 protein 跟那个V protein 让我一个又有一个的领悟 就是我们 protein 的确是让我们的身体 很快吸收各位 因为我那时候有打算 我坚持运动下去 我怕人家倒在地下 因为运动了 云倒对吧 因为突然间的来 所以我就马上喝了半杯 半杯的那个 protein 我就喝完一杯这个 我还可以继续以下 差不多一个小时半的运动 那么当然我也是有介绍我的教练 因为你让他们教是很用力的 他也是喝了我们的SSV这个 Energy Drink 他说非常非常好 让他的体力 可以达到 比较平常的表现来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 各位你们在运动的过程 你们一定要带这个 放在包包里面 因为有时候 可能你们到一半 你们觉得要放弃 没有那个Energy 没有力的时候 你就试试喝一下 真的可以让你精神 我运动是不可缺少的 这一罐东西 所以我几乎每天都有再喝一罐 为什么 又可以让我提升 又可以让我瘦身 好过我们今天去喝 去喝别的饮料 又有糖分 又有卡路里 而且我们这个是什么 非常安全的 更重要是他的 那个口感是非常好喝的 各位 我也有很多嘉宾上这个Body Key Startup 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他们都是跟朋友啊 跟同事啊 跟亲戚 亲戚分享这个案例的 这个事业啊 和产品 可是我听说 你跟他们不一样哦 你不是朋友 也不是亲戚 也不是同事哦 都是 都是陌生人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 你怎么跟这些陌生人去分享这一个 我们的案例和我们的产品呢 OK 各位 其实呢 我在案例这个生意呢 事业上呢 我走的市场呢 几乎是99.99%是陌生人 可能我在新加坡 也做工不多年 所以我也没有这么多同事 OK 我们也不在新加坡 上任何的Skill的班啊 还是有很多朋友啊 还是亲戚这些 所以我一开始案例这个生意呢 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朝向陌生人市场 因为我觉得 第一个陌生人市场呢 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哦 只不过是我暂时还没有认识的朋友 以前的想法呢 我是觉得案例就是一直卖卖卖产品 那么我是从事美容行业 我都是顾客走进来 告诉我要瘦身要洗脸 而不是我要走出去找他们嘛 所以当我了解了案例这个的事业过后呢 我觉得呢 最主要是今天我们带着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什么呢 平常心 OK 就是纯粹就出去跟陌生朋友呢 做一些朋友 OK 因为人是有血流的话 他们一定会知道 你在我身上要拿利益呢 还是你要在我身上真的是有心帮我呢 还是怎么样呢 所以我觉得永远都是友谊第一 直系第二 当我们跟这些朋友陌生朋友呢 认识一段过后呢 我们就会建立一个友谊 就是有一个那个信任的存在 所以我走的呢 没有一个 我可以说我没有一个旧同事加入我的生意 我没有一个小学同学 我也没有什么亲戚 在前面的时候加入的 是到最后 当他们知道说 我们都做这个生意做得不错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很好奇 在那里问 今天你们安利这个是怎么样做的 明白吗各位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你自己要 你一定你是想要这个事业 跟你真的想要瘦下来 是一样的一个概念来的 所以当我跟一些摸摸人论的时候呢 我都会打从心底的去想问他们 今天你有没有觉得 你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想要瘦下来啊 还是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 因为我认识很多 我觉得现在 不应不代表年轻人是瘦的 我一个例子 就一个24岁的年轻人 他几乎呢 体重是到90多公斤 然后我还记得我去认识他的时候呢 他是我一个 就是一个agent 我去申请女佣 他是一个make agency介绍的 他坐着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讲话都很辛苦 所以当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我就了解到 他有这个需求 各位 他真的需要一个人去帮助他瘦下来 所以我第二次去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想不想瘦下来 而且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让你可以很健康的维持下去的 所以当我在那个过程跟他讲过后呢 他就立马呢下单 就告诉我可以啊 其实我要瘦很久 只是没有一个人给他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而且没有一个人真正是什么呢 想去关心他的 因为很多外面呢 就是告诉你你买套回家就这样完了 把我们是什么呢 像我讲的要去跟进 要去了解他的那个成绩 所以他在短短两个月就瘦了15公斤 而且有些好像我一些陌生朋友 是认识的皮肤敏感啊 脸部问题啊 所以都是通过这些产品 我会想用产品进入他们的一个心 让他们觉得我们产品是真的好 过后我们再来跟他讲 安利这个事业 明白了各位 所以你们也不可以太着急的 就是觉得陌生人就是一拿了 就要告诉他做安利这个事业 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最主要是什么呢 触发内心去跟他做朋友 真是很想帮他的 所以我觉得我去走陌生市场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就跟他们打打招呼一下 牙子晒晒太阳 笑一笑 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 就是一样的从他身上 可能有些东西 值得我们去学习 明白吗 最主要是你的内心 一定要想起一点 是我要帮他 而不是要让他帮我买任何产品 那个的心态 这个就是我在陌生人市场 我一路来都是带着这样的心态 去走市场的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Patricia 在百忙之中 因为你们都知道 刚才她都讲很忙的 她要照顾孩子 又要去运动 又要种种东西 然后要介绍给陌生人 就是安利这些东西 可是她在百忙之中 来当我们的嘉宾 所以非常非常地谢谢她 然后当然今天 我们的BodyKey Start Talk 就到此为止 所以请谢谢你们收看 而且继续支持我们 谢谢 谢谢 再见